再来我们拉到这里头里面的所谓的石唇这个部分 看到这个两个字基本上就想到 一般海坦电影都会把它拿来注射 不止 对 它可以 同屋来讲的话喜欢把它跟鹅仔一起炒 所以它是一个可食用的藻类 而且其实味道还不错 反正看今年有没有机会迟到 那石唇其实是磨状的藻类 它通常在整个分类群里头的石唇钢 它从磨状到丝状都有 还有它甚至有几个物种是非常侵入性高的 比如说绝藻类的 好那这当然不仔细讲 我先讲这个部分 石状磨状碗状通通都有 整个石唇钢里面呢 它为什么会被拉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它叫做封闭式的有时分裂 生物学里头很多人跟你讲说 大部分或绝大部分 为什么会用这两个这些字眼 就是有例外 我们都讲说在有时分裂的时候 荷膜会不会存在 你们所念的遗传学 所念的细胞生物学 没有荷膜对不对 它就有 它在细胞分裂的过程的时候 荷膜是持续存在的 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在生物学里头很讨厌 在解释的部分呢 不容易去说明的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在讲仿锤体是在哪里 仿锤体一般在细胞质还是细胞核 细胞质对不对 它在细胞核 仿锤是因为它核膜不消失 因为核膜不消失 所以它仿锤体被组装在核的里面 染色体的分离在细胞核内进行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 生物学很多在 你看教科书会很多 课本里头会写说mostly 大部分 因为就是有这些 不知道怎么样出来 植存钢里面有的系统 它就是封闭式的有失分裂 就是细胞核的核膜不消失 就是仿锤体被组装在细胞核里面 所以仿锤体组装在细胞核里面 染色体的分离也在细胞核里面 好 请记得 很多都有例外 石纯它走的是同情的事态桥体 那除了石纯之外呢 在这个系统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三藻 它是细胞核分离 细胞子不分离 那一类集 好那这颗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大致上会列了一些去讲 那我们有些会跳过 因为 找了太多东西要讲的 石纯是一定要讲的 为什么石纯一定要讲 因为石纯基本上是 你会常看到 不清楚的话 到一些海边有胶石的地方去找找 那个薄膜状的绿色的亮绿色的 基本上都是石纯 薄 叶状的叶圆体 同型的生活型 它包子型是同型的 然后呢 形态都是一样 所以它的配子体跟包子体 长得一模一样 分不开 所以它是同型的世代交替 然后呢 它走的是同配 好 那这边回过头 我要稍微去解释一下 藻类生活 基本上有三种 哪三种呢 一种是以核子为主的生活 我们称之为 Lygotic Life Cycle 那 整个过程底下呢 它其实是单背体的 它整个都是单背体的 世代为占优势 只有在核子的阶段 是以 双套来射体存在 那这个过程底下呢 它形成Lygotic之后 就立刻进行减速分裂 立刻变成单套 所以你所看到的都是N 只有在两个Gammit的配合 配对完毕之后 融合产生一个2N的Lygotic Lygotic就直接 所以Miosis 所以就称之为Lygotic Life Cycle 那 第二种基本上是Gametic Life Cycle 它整个生活史里头 都是二倍体包子体为主的 你所看到都是2N 只有在配子产生的过程 是单套的 所以只有在形成配子之前 形成配子减速分裂 所以它是形成配子 形成所谓的减速分裂过程 那这种生活史很类似像动物 很类似像人都一样 那像什么呢 像细枣就是这个 细枣你所看到都是2N 只有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它才会进行减速分裂 产生Gammit 然后丢出去之后 配对 跟另外一个Gammit 配对完毕之后 就形成2N 持续的下去 第三种是所谓的Sporic Life Cycle 那称之为包子生活史 包子生活史呢 它包子其实配自己交互出现 具有明显的世代交替 产生包子时精心减速分裂 所以它是Sporic Meiosis 所以今天包子产生之后 它会由包子再产生多细胞的配子体 再由多细胞的配子体去产生配子 配子两两结合完毕之后 形成核子 发育成包子体 一般的藻类 一般的植物都走这样的一个生活史 那石纯就是这种类型 而且石纯最麻烦是 你在野外状况之下 你根本没办法分它是二倍体或三倍体 分不开 它长得都一模一样 它是同型的 所以唯一没有办法的话 就是拿回来用细胞质移流数剂去测 它是包子体来配子体 好 那它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整个生活史的过程 它就在边缘形成它的繁殖构造 不管无性或有性繁殖 所以你今天这个2N的部分呢 它在边缘 膜状体边缘的部分呢 就会产生包子囊 然后这包子囊呢 会怎么样 进行减速分裂 所以它走的是Sporic de Meiosis 包子减速分裂 形成涌动包子 涌动包子出去外面之后呢 顺利的附着 就进入到有失分裂 去形成配子体 然后这配子体呢 跟原来的包子体长得一模一样 在它边缘 这个时候就只能总有失分裂 去产生配子 然后配子释放出来呢 在环境里头就产生什么呢 结合形成核子 核子在发育成包子体 所以它走的是 我们讲的Sporic de Meiosis 那不要被骗了 很多我们在吃的 海苔 盐海苔 有些是紫菜 有些是石醇 你买到的搞不好都是这个 我们在讲的 日本料理里头吃的紫菜 如果你泡水 它是紫红色 但是我们如果说 譬如说你买韩国人什么沿海苔 或者在市面上买一些 其他没有标注叫做海苔的 你去泡水 它所形成是绿色 其实味道差不多 调完味道都一样 那通常来讲呢 这个在自然条件底下 台湾大概没有真正的 用所谓的海洋农场 海洋农场在种植 台湾基本上都还是海边直接采收 所以在 二十年前 还三十年前吧 台湾有一段时间 因为台湾弥猴太多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因为台湾弥猴太多 所以他把它送到澎湖的 某一个无人岛上面 让他在上面繁殖 因为他认为这样子 他们会自己在野外环境底下 去找到他们要的食物 问题他们没有考虑到一点 就是当地事实上是有当地的那些 婆婆妈妈会上岸去采什么 去采这个石纯 结果就受到攻击 然后又后来全部抓回台湾来 你要一个本来是在山上 找各种食物吃的生物 去海边 你知道他在干嘛 打鱼还是抓什么 那个是无人岛没有错 但他没办法承受那么大的一个 什么呢 生物量 没有办法承受这些猴子的族群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带地其实是一直有人上岸 虽然他是无人岛 但是他们带地就是会去采摘这些 相关的 比如说采摘石纯菜 采摘紫菜 好 那 钢底大概就会把它煮成汤 也有把它煮成羹 也有各种甚至是加工食品变这样 台湾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加工食品 但台湾常常你在一般的海鲜店都可以叫到这样的东西 那在整个石纯钢里面呢 另外会讲到的是钢毛枣 钢毛枣其实它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是因为它是属于分支型的石状枣 它是一个不等分支的 另外呢 它是很重要的淡水藻类 而且是因为环境污染而大量长的一种藻类 这在美国五大湖区 原来它是属于非常少量的数量 少量的族群数量 但是因为整个五大湖区有一人类的活动 大量使用高磷酸类的物质 比如说在早期没有所谓的无磷洗衣粉 早期的活性戒指 戒面活性戒的都含有磷 因为含有磷呢 就遇到一个问题 它到水体里头就是养分 所以这个大量的生长就造成了整个环境的一个破坏 所以虽然这些藻类 它本来就是环境里面所存在的各种生物 但是因为你环境的改变了 第一个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第二个是可以作为环境改变的一个指标 好 那跟石纯一样 它也是同型的世代交替 同样它也是包子体配子体互相交替的一个现象 三藻会是在石纯里面的比较特有比较特殊 它的外部形状就长得这样 很可爱 大概三到五公分左右 那为什么会特别去强调这个物种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事实上你会发现它在整个延长的过程底下 你仔细看那个细胞核子一个还是几个 细胞核在这里 细胞核在这里 细胞核在一起延伸包括往外产生这些分支的结构呢 这些都是附属物而已 它就是一个细胞 细胞核还在这里 就算它上方已经开了散了 它还是一个细胞 所以它会是一个什么呢 你每一个包含金包含上面的散盖的结构呢 对不起它就是一个很大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大的细胞 那繁殖的状况是什么样呢 当你今天散盖产生之后 这个时候真正的这个合开会进入到运作 怎么开始运作呢 开始进行移动 从肌部往上移动 然后开始进行分裂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才走到了 减触分裂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到往上顶端之后 这些核 它还是带大细胞 这些核会开始进入到这个散盖节奏里面的空腔 这散盖结构里面的空腔呢 它就大量的 什么呢 减触分裂完毕之后 继续的有失分裂 大量产生Rosebord 好 那这Rosebord呢 其实成熟之后 这边打开来散出去 它里面是一个sec一个sec 它在里面就一样的大量在产生Gammit 配纸 所以这个一个一个的结构等于就是一个配纸囊的结构 然后出来之后配纸散出来两两配对就产生了什么呢 核子 核子就该回复到刚刚的病跟散盖的结构 所以它会跟我们刚刚讲的石纯跟刚毛枣是不一样的 主要差别就是它的整个Dive Cycle呢 其实是改变 那松枣木里头的鱼枣鼠 其实是比较令人头痛 因为它在整个环境底下呢 它也是会快速生长 甚至会快速的占领棋地 它类似像这种羽毛状的藻类 然后附着在岩石的上方 那我们这不仔细讲 就是它从刚刚的同型同配的现象 现在进入到配纸有大小形状的差别 所以到了羽藻类呢 它配纸有大小 但是还是一样自由运作 一样呢在水体环境下呢 配对结合 那蛇叶绝藻鼠 蛇叶绝藻呢 在整个生态环境底下呢 被特别称之为叫皮热L菌 生态学有修过的大概就知道 德国筛选出来一个 可以比较抗寒品种的 把它送到的摩纳哥的水族馆 让它们使用 让它使用之后 它们就洗个鱼缸 就把它倒出去 倒出去的结果 现在地中还一团的问题 那它是属于绿藻 而且呢 它最麻烦是 它叫杀手水藻是因为 它会快速的生长大量的覆盖 造成其他的藻类跟荷本科类的什么呢 海草死掉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它会在整个地中海现在非常的广布 它们被认为呢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如果去算的时候呢 它十天的时间 大致上来讲 可以脱离水面 你把它捞离水面 十天再丢回去 它一样可以继续存活下来 它一天可以长一寸 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说 以前讲说小孩子 一年大一寸 就是它 一天长一寸 很快速 那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它今天在一个四道环境几下 它十天就长了 大约是 二十五公分 四十天 一个多月就长了一公尺多 对不对 对 就差不多是四十公尺 四十天左右 就长了一公尺多 所以它的拓展速度 其实非常的快 而且它有 基部的这横向 生长的 丝状结构 除此之外 它往上会产生 芽点 在形成什么呢 往上的 分支叶状体 而且它被认为 是非常大型的 巨型枣 往下会产生 什么呢 附着器 往上会产生 羽状的叶状体 然后快速的去占 你各个棋地 所以为什么这个被当作很头痛的部分呢 除了今天横向的快速增长之外 它在上面的羽状的叶状体呢 它会大量的去形成配子囊 然后呢 产生 大小配子 结合完毕之后 就直接形成 丝状体 然后再回复到一个 成熟的个体 所以 除了今天横向的快速增长之外呢 它还会大量的 以有 近生子的方式呢 再去往外拓展 它的族群的空间 好 所以这是杀手鼠 海藻的一个部分 再来呢 现在 这部分呢 也是属于绝藻里面的 绝藻木里头的 但是呢 刚刚讲过 它会在 整个细胞结构里头 有 平面状的膨大 然后大量的碳酸钙 开始沉淀 所以它的细胞壁 是钙化的细胞壁 大量的碳关钙 附着上去之后呢 就变硬 变得难肯形 所以这个时候呢 略食者就不喜欢吃它 所以它等于是有什么呢 抗肯磁性的一个效果 那它也会是什么呢 一般水域环境里头 一些形成碳酸钙砂的主要成分 所以你看到那个有时候 有时候看到那种白沙 白沙滩 白沙滩的来源有很多 有可能是这类型的 有可能是细藻类的 有可能是其他的 比如说星沙 什么样都有可能 好 那它的生活史其实也很简单 今天在整个 膨大的 这个 钙化的细胞 外方呢 它会形成配子柄 配子柄的上方 你会看到这些 这些什么的配子柄 那这个配子柄呢 上面就会产生配子 配子释放出去之后 它还是走大小配子的 就形成核子 核子之后就往下产生 缝发 然后形成丝状的结构 所以在早期还没有钙化的时候呢 你所看到的外光是这种丝状的结构 这个时期点呢 其实很容易受到 月食者 比如说鱼蕾肯养 在还没有钙化细胞壁的时候 其实这个部分是容易被受伤害的 所以它会在整个生长过程里头呢 像两侧膨大 然后呢 开始累積碳酸钙 这个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对不起 那个 掠食者呢 基本上就不喜欢坑咬它了 一咬下去满嘴的 是碳酸钙 没有人喜欢 当然没有什么鱼喜欢是这种 这一型的 那问题这是包子体 所以它包子体呢 要在进行 所谓的 有性生殖的时候 其实它会从它的上方 去形成 我们讲的 配子体 那配子体它是附着在上方 形成配子柄的结构 再去形成配子 好 所以呢 实存我们大致上 较简单的方式去讲完了 最后是轮沼 轮沼其实就是讨厌 轮沼是整个地球 陆地植物呢 被认为是 什么呢 被认为是祖先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会被认为 当然有一些原因 第一个 它的结构 已经开始进入 近视陆地植物的结构 还有呢 再来 它的 所谓的包子的表面 形成了这所谓的包粉质 那它包粉质是什么呢 这是氧化的 Celotin Belacelotin 氧化了胡萝卜素 那这东西原来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一般陆地植物的包子 或陆地植物的花粉 上面会找到保护的构造 但是在轮沼呢 就已经出现这个东西 除此之外 轮沼有光明素 这个也是跟陆地植物一样 具有感光能力 可以调控一些生理生化机制的一个化学物质 轮沼同样进入到有顶端生长的情形 轮沼同样有所谓的包间连丝 然后它的 精子呢 类似于苔显植物 然后它在整个 细胞分裂的时候呢 有沉没体的一个出现 所以这些因素 连接起来就是陆地植物 所以被认为陆地植物的祖先是有它的道理 在没有什么呢 分子证据分子之调之前呢 就已经被认为是陆地植物的共同祖先 原因在这里 那问题是这里头 其实从最基础的单细胞藻类 一路到复杂的多细胞藻类的 其实都有 所以整个绿藻里头 它也是一个平行演化 它也是一个多细群的一个构造 而只有在这个轮藻钢的分支里头呢 最后可以拉到跟陆地植物 相连接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里面呢 带藻 鼓藻 双青藻 翘毛藻 轮藻呢 刚好是从单细胞一路往上 到最后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种复杂顶端生长的一些构造结构 那 带藻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单细胞造类 原则上你去看 它的结构是单细胞 然后呢 形成一个什么的 形成一个椭圆形 里面带有的是两个大的叶绿体 而叶绿体刚好在这个长的椭圆形的两边 所以中间通常是挤一个什么的 挤一个细胞核在这里 这边是一个叶绿体 这边是一个叶绿体 中间一个细胞核 这样的结构就很简单 很简单的结构 那一般来讲呢 它最简单的繁殖方式 单细胞藻类就是细胞分裂 就是一分为二的过程 那有性生殖的部分呢 它是总结合生殖 两个细胞 结合形成核子 因为为什么叫做结合生殖呢 它的细胞核在中间 两边是叶绿体 所以它被压在正中方的地方呢 就靠这个正中方的地方呢 去碰触然后产生融合的现象 那同时呢 它就直接进入到减速分裂 产生四个子带的细胞 所以它走的是 在讲的核子的减速分裂 那代藻古藻 这两个是比较静元的 古藻的部分呢 比代藻更进化一点呢 是什么样呢 它事实上那两边叶绿体的结构呢 它挤到两边 而中间形成这个核 合在这个地方 两边是古大的叶绿体 突出去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就称之为古藻的原因在这里 中间有一个很小的核存在 而细胞核就在正中方 所以通常来讲呢 这个等于细胞核在正中间是被两边 两个半边的保护住的一个结构 那细胞壁的部分呢 除了纤维素之外 还有果胶层的存在 然后每一个半细胞 每一个单细胞 基本上是至少有一个叶绿体 甚至随着物种的不同 可能是两个叶绿体跟四个叶绿体 所以那个膨大的部分 里面塞满的都是叶绿体的构造 都是在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养分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它遇到环境不好的部分的时候呢 古藻会形成休眠细胞 让它自己存活下来 所以你去看呢 一个古藻如果今天走无性繁殖 跟带藻是一样 就是整个细胞分裂就完成了 有性生殖的时候 其实也跟带藻一样 让它更麻烦 为什么呢 它今天因为两边膨大 所以它要结合 是有一点别的问题 所以它等于是两个细胞 靠到最近的时候 中间那个霞部 会经由化学物质的诱导呢 开始进行融合 所以这个把它称之为 结合生殖的原因在这里 带藻古藻都类似这样这样子 所以结合等于是霞部 破开 然后呢 两个细胞和融合的一个过程 那融合完毕之后 形成了这个叫做 Legospo 荷包脂 荷包脂呢 它的细胞的外面就会有 我们刚刚讲的 包粉质 大量的覆盖 除了细胞 纤维素之外 这个包粉质 主要的用途就很清楚 是做为什么呢 保护这个荷脂 荷包脂的一个化学物质 让它可以度过恶劣的环境 好 那结合生殖发展到最完美 最完善 就是这个水棉 水棉是丝状藻 但是水棉的丝状藻的 在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 它是两两之间会产生化学讯号 开始细胞往侧向 开始进行什么延伸 一般来讲 藻类细胞 一样是 尤其是绿藻类细胞 一样是由纤维素构成 一样是有半纤维素 相关的物质在里面 所以这个要往侧边 才能凸起 并不是那么容易 它本身包含了 大量的酵素的作用 以及整个新陈代谢被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今天两个要进行介合生殖的时候 它们都会突出 但是突出之后 随即会有一边变成供应者 一边变成接受者 好 那当你碰触在一起之后 供应者这一边 会把细胞壁溶解掉 所以两个接触的介合管 它细胞壁会溶解 溶解之后 一边的细胞质 就会整个流到另外一个 尸状藻的部分 而形成二倍体的核子 所以整个 刚刚讲的代藻古藻到水棉 已经会是它发展 整个结合生殖的最完善的一个物种 好 那水棉呢 你去看的时候呢 它的中央的位置 其实你看到一样是什么 这是一个细胞核 分辨这里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叶律体 螺旋排列叶律体 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液袍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两两细胞之间 它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连接结构 好 那怎么是成膜体呢 这个其实比较像陆地植物了 就是说它今天要去形成两个细胞 分隔开来的构造的时候 它会原来的仿锤丝开始断裂 断裂之后呢 在中间的地方 它会有一些特定的 经由液泡所产 不是经由讲对不起 经由整个分泌系统呢 最后形成的一些类似小型的 Vacute 那个液泡呢 在中间排列 而这个中间排列的过程底下呢 它里面含有的酵素 开始就会连结原来的仿锤丝的结构呢 开始排列 形成一个隔板 那原来其他的呢 基本上都是由外往内什么样 往内凹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这个成膜体的出现呢 它可以包含什么呢 整个快速的在两个细胞的中间 形成了细胞壁的结构 那这个是陆地植物呢 所比较相近的特征 好 那一般来讲 既然它水棉是走结合生死 所以它你所看到的丝状藻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单背体 单背体的丝状藻 在化学的讯号的诱导之下呢 两者之间就形成这个刚刚讲的结合管 结合管最后碰触在一起之后呢 融解细胞 一边的原生子体就流入到另外一边 去形成结合生死 而这个2n的核子呢 它出来之后就进入到核子的减数分裂 就进入到什么呢 单套的一个阶层 然后呢再回到n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我们自己讲的 这边是在结合之前 所以看到两边 一边是鼓起 一边是怎么样 一边是凹陷 那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里面 细胞质里面的一些酵素 就开始溶解细胞壁 溶解细胞壁完毕之后呢 比如说上方是供应者 下方是接受者 上方的整个原生值就往下方移动 然后形成核子 所以这边都是已经完成形成核子的部分 好 那这个照片呢 下面它的照片呢 会更清楚的去显示 这个原生值已经沿着什么呢 结合管往下去移动 那全部的原生值流到下方之后 这里开始进入到什么呢 细原生值融合的阶段 原生值融合完成之后呢 开始浓缩就变成核子 然后核子呢 再经由浓缩形成核包子 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整个成熟的核包子呢 其实它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已经浓缩到 连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 都足够坚硬 而这个时候呢 可以在冬天在寒冷底下呢 存活下来 到了水温改变回复温暖的时候呢 这个核包子呢 它会接受到环境的温度改变的讯号呢 开始进入到减速分裂 然后就走到下一个步骤 再形成丝状枣的过程 那翘毛枣的部分呢 从刚刚的丝状枣 跳到这里 就更有趣 为什么呢 它是属于附身型的枣类 它是等于整个是呈磨状的结构 从丝状放射线的丝状节奏到磨状结构 所以你所看到的在水的底部的地方呢 或者是水的肌部岩石的地方呢 它就会形成这种柄状结构 然后通常就是一层细胞贴在那上面 所以它走的是植物比较少见的 辐色对称 那因为它是附着生存的 所以这一类型的 翘毛枣类呢 它在无性繁殖的阶段 就会去产生 具有强烈移动能力的什么 涌动包子 所以这个涌动包子呢 基本上不具有 不具有眼点 但是它具有边毛 可以在水体环境下运动 可以快速的去找到固定的基质 然后附着 经由一系列的细胞分裂 再成长成一个平贴的一个什么呢 磨状的辐色对称的藻类 那有性繁殖呢 这个平贴的一个结构底下呢 它走的是软配繁殖 软配繁殖就很清楚的跟你讲 精子出去软不动 所以呢 你会看到呢 肠经器产生之后 精子散发出去 但是呢 肠卵器的部分 因为它不动 所以它很难 在没有帮助的状况底下呢 找到精子 所以在肠卵器的周遭 就会形成这种往外延伸出去的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受精师 它就是特别延伸出去 去碰触来的 精子 然后当然它有一些诱导的物质呢 让精子可以顺的 位置呢 去找到肠卵器去跟卵做结合 不然它的有性繁殖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 当你今天完成之后呢 配子 熊配子来了 去跟卵 肠卵器和卵结合 形成了盒子 同样的 它就走核子的减速分裂 就产生了包子 包子就散发出去 所以它这个时候也是有运动能力的 再去下一个地方 去什么呢 产生辐射对称的成体 好 到这个问题 那 上个礼拜讲到 最后的这个轮枣的部分没有去讲 轮枣的部分 其实已经是绿藻 它整个演化最后面出来的部分 而且是最复杂 已经类似于陆地植物 当然它不是像陆地植物 已经有跟金叶这些部分 不是 它已经开始有一些特征 相近于陆地植物 包括它可以部分时间脱离水的环境生存 好 那 轮枣呢 它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它在 它的 生殖构造 肠精液肠软性的部分 它会有一些不孕的细胞 类似像保护的构造 那这个 如果说你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蛮像什么的 蛮像 你今天在看植物 陆地植物的那种鳄片的构造 当然它绝对不是 我想想绝对不是 但它已经有这些不孕的细胞 开始做一些保护的构造 好 那结构上来讲呢 特别要去解释 轮枣 它的特征 可以去跟陆地植物连结的 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 PMS一篇文章也特别去把它列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 它的 细胞壁 含有 跟其他 它 种类不一样 它有纤维素的微纤维 基本上 你细胞壁在枣内都有纤维素 但是纤维素 它不一定会形成这个microfibrate 不會形成微纤维这样的构造 那 到了轮枣它基本上有这样的构造 所以它的整个植株的坚硬度 会提高 那 陆地植物 水生植物进入到陆地植物 尤其这些藻类进入到陆地植物 它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 不像水的环境 它可以随着水漂洞 它必须要在空气中垂直挺立 这样的构造 所以它的整个细胞壁的坚韧度要提高 再来它这个所谓的沉膜体的出现 改变了 改善了细胞分裂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 再来它的整体的细胞分裂的部分呢 可以呈现非对称性的细胞分裂 那这非对称性的细胞分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有顶端生长、侧脂生长 还有不等大小细胞的分裂 去产生各种的构造 所以细胞分裂完毕之后 可以进入到细胞分化 让整个多细胞的个体形成3D的结构 然后呢 顶端的分身组织 跟顶端的细胞 可以产生分压的能力 形成什么呢 分支的构造 运输的部分呢 它还没有纤维素 但它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包间脸湿 这个部分可以改善细胞间的一个运输 再来就是细胞有特化的能力 它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有所谓的 运输的细胞跟运输的组织开始出现 但要特别强调这个其实还不是所谓的 我们在讲的导管案都不是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运输细胞 那这个跟核藻的部分 核藻在某后面的多细胞的部分 也有这类型的东西 那被确认呢 绿藻的轮藻的部分 跟核藻的多细胞的藻类呢 它们这个部分是被认为是驱动演化 就是各自独立演化出来 但是具有相同功能的构造 好 那轮藻的特征其实蛮容易去了解的 大型复杂结构藻类 但通常是淡水环境 那它有一部分的物种呢 可以生存在低沿路的水域环境 或者它可以生长在半地 半陆地的一个环境 好所以呢 你会发现它事实上怎么样呢 它可以的存活的范围就扩大 那它的植树大小成几公里 一路可以上升到一公尺 所以它整个物种的个体的大小差异非常的大 然后呢 它的分支基本上已经变得复杂形态的分支 而且呢 它开始出现结跟结尖的构造 但这个结跟结尖的构造 其实还没有非常的清楚 因为它的结尖基本上是一个单细胞 跟我们陆地植物在讲的结跟结尖是不一样 它指的是在轮藻的某一个细胞 它会有产生什么呢 侧分支的部分 那侧分支跟侧分支的中间那个部分呢 称之为结尖 但那个结尖是单细胞的构造 好 然后它的结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复杂 而且是属于什么呢 磨状的组织 所以 这里就变得很有趣了 你去看 它的生殖构造的复杂度就会更高 一般来讲呢 轮藻的生殖构造呢 大致上是在轮藻顶端的位置去产生 那在它顶端的这些轮状的测向分支的部分呢 就会大量的去产生它的雄性跟雌性的生殖构造 包括了藏卵器跟藏经器 Orgonian跟Aziridium这两个部分 那 整个结构来讲其实很简单 通常你看到的如果是属于雌雄同株的 它的上方是Orgonian下方是Aziridium 而 轮藻一部分 它会产生不同时期雌雄承受的现象 那当然也是为了什么呢 可以顺利的跟其他的个体交换遗传的物质 所以整个Life Cycle其实蛮简单的 你所看到的轮藻一个植株 基本上它已经有部分呈现分化 比如说它的肌部有类似于附着器 多细胞附着器的结构 然后往上会有牙底上升 然后在结的地方 它会产生三度空间的细胞分裂 所以为什么会称为轮藻 主要就是它结的位置 会形成侧轮的分支 那在最顶端的部分呢 会形成各种的 雌雄生殖构造 所以在顶端这些部分 你去看 上方基本上 是Orgonian藏软器 下方是Aziridium藏经器 再放大来看可以更清楚 这个藏软器 这个藏经器 然后呢 在藏软器的里面呢 基本上会有软 那 当你今天 藏经器成熟之后 会破裂 精子会出来 精子出来之后呢 会到达藏软器去跟软做结合 完毕之后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盒子 那这个盒子呢 被释放出来之后 理论上来讲 这个盒子释放出来之后 这是一个盒子 基本上 就会开始萌发 萌发之后呢 如果在正常的条件 环境底下呢 它就会重新 再长出一个轮罩来 所以 整个系统 其实是非常 快速的 一个Life Cycle 好 那藏软器呢 你把它放大来看呢 这个部分 它在整个构造里面 会产生减速分裂 然后呢 等于里面是一个 单套的 染色体 所以软 在这里呢 基本上它是不会 什么呢 不会释放出去 是等期的 精子过来 所以软基本上 保留在 藏软器里头 所以它在原位进行 受进作用 那原位受进作用之后呢 精子软两个进来之后 当然就会形成Light Gold 然后呢 Light Gold呢 本身来讲 会在这里头 会在这里头 产生 稳定的结构 这个是为什么呢 会让它顺利的被保护在里面 然后呢 它是走核子减速分裂 也请记得它走的是核子减速分裂 所以它核子减速分裂之后呢 本身就会变成 单被体 然后形成一个叫做Miosport 然后呢 到Miosport才真正的被释放出去 那释放出去之后呢 才会萌发再产生一个新的新的轮噪 所以它整个主要所看到的是单套的 生活史 所以它走的是Light Gold的Miosys 核子的减速分裂 好 那 整个 绿藻它的演化的过程 它的清源关系呢 大概其实被推断的时间点 其实没有非常的久 如果你去看这个分歧点的话 在这边的分支 包括翘毛找 包括香光的酸晶 找这个分支呢 大约是4.7亿年之前 所以 整个 时间点呢 它其实是蛮 如果照第10历史来讲 它是蛮晚期出来的 那当然这里每一个都有把它的 区隔的特征呢 把它给列出来 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顶端分支的产生 包括沉摩体的产生 包含什么呢 精卵的结构的产生 那最后呢 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 是在整个绿藻里面 算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分类群 而且也是一个被认为是平清眼化的一个分类群 整个结构构造构型非常的简单 通常来讲呢 它是具有边毛 求情或失重的藻类 所以你所看到的情形呢 这群的结构简单浮游植物 然后本身来讲 它的分类到满晚期才被真正的确认 因为早期来讲 它有很多被认为是什么的 可能是其他生物的一些生殖繁殖构造的中间期 到最后整个cycle被确认之后呢 才被独立出来 通常来讲 它是淡水 或者是陆地植物 然后呢 它的基本的细胞的形态呢 是具有边毛的什么呢 具有运动能力的一个状态 那通常来讲呢 它是走无性繁殖 所以它的无性繁殖 会形成双边毛的Rosebone 有性繁殖的部分 它是同配 就是两个配子大小形状一样 就直接结合 那 那个部分我们不仔细讲 因为它实在太少了 到现在为止 发现的种类非常的少 整个绿藻呢 要做几个一个简单的 把它给规整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呢 绿藻一定还有叶绿树A跟叶绿树B 其他的对不起 其他的藻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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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叶绿树B这样的构造 除了后面有一个讨厌的小小的 不知道怎么解释的 叫做裸藻 好 那 细胞B 刚刚有讲过了 它的纤维素跟其他的Polysacra 那到了 绿藻甚至有纤维素的微纤维 让它可以什么呢 有更强的支撑的能力 绿藻的整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什么呢 形成它都是裂本为主体的 然后边毛呢 的结构 在它有运动能力的结构里头 可能是没有边毛的 可能是1-8 或者是正式形成一阵轮的一个结构 所以边毛在绿藻这群的生物里头 不是很好拿来做区分的一个 因为它的变化非常的大 那绿藻 一样跟其他的藻类一样 会形成这种藻滑的现象 所以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 它不会大量生长 绿藻跟边毛藻跟蓝绿菌 一样都会在什么呢 营养突然之间上升的时候 快速的细胞分裂 产生你现在所看到的现象 所以 在还没有形成枣滑之前 其实那个水 你会发现 蛮浑浊的 可能它有一些 就有一些悬浮物的存在 但是呢 当你今天养分非常高 各种的物质进来之后呢 在很短的时间 一个9月23 一个9月29 差6天的时间呢 快速的 进行什么呢 细胞分裂 快速的形成 大量的藻类 藻体呢 在这样的水域环境里头 那 藻滑现象呢 其实 很难去解释 它到底有没有 毒 但是它对于一般的水域环境呢 危害其实是很高的 不一定会产生枣毒 绿藻类通常不太会产生枣毒 但是呢 它会在夜间的时候 把水域里头的氧气 通通消耗掉 那你一个水域环境 当你没有氧气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生物 因为缺氧而死亡 好 那是我的